男人打开一罐狗粮 却只给狗狗分了一点点 看着那勺的可怜的晚餐 小狗心想你是在逗我的吗 可抬头却发现主人竟然在舔那个挖狗粮的勺子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剩余罐头存入冰箱 看着所剩无几的食物 男人强忍饥饿关上了门 他只是倒了几滴白酒 然后兑上半杯自来水 而这就是分歧整整一天的口粮 原来在未来世界 一场极为罕见的太阳药般将地球臭氧层摧毁殆尽 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 白天气温高达60多度 地表生物也近乎灭绝 幸运的芬奇躲在废弃工厂 这才勉强逃过一劫 这13年来唯一陪伴他的也就只有这条名叫哈皮的狗 芬奇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食物 虽然这身重达80多斤的紫外线防护服具有一定的隔热效果 但里面仍然闷热的就像个小火炉 体温更是达到了38.4度异常危险 还好他发现一家破烂不堪的超市 虽然货架上的东西早已被人清空 但好赖他在柜子的角落找到一个狗粮罐头 芬奇开心极了 他在超市大门画上一个特殊符号 表示这个地方已经搜寻完毕 但事实上整个城市的食物资源基本都被他搜索一空 芬奇不甘心地开着卡车到处转悠 生怕哪些地方被他遗漏 就在这时 人工智能突然提示气压快速下降 芬奇定睛一看 远处的那巨大沙尘暴正在朝他袭来 芬奇赶紧倒车 风一般地朝着废弃工厂方向快速驶去 索性在沙尘到来最后一秒他冲进基地 这次又是死里逃生 由于身体遭遇多年太阳辐射 芬奇早已染上绝症 如今最放不下的就是这条跟随他多年的小狗哈皮 芬奇会将找到的最好的食物分给他 而自己却只能喝些自来水冲击 眼看储存的食物即将见底 芬奇也非常着急 他只能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人工智能身上 芬奇每天都会将各式各样的书籍摆放在特定的位置 由机械手臂将它自动切成碎片 然后一张一张地放进机器扫描 最后通通塞进人工智能的脑袋里 为了能让他像人类一样思考 芬奇花了几年时间让他吞掉上万本书 随着数据的完成 目前人工智能还差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眼睛 由于时间紧迫 芬奇只好看向一旁跟了自己十几年的机械狗 虽然有万般不舍 但现在为了生存也没有其他选择 芬奇将人工智能插上电源 然后装上智能芯片 在输入机器人三大定律以后 这个研究多年的人工智能终于活了过来 但随即他又多加了最重要的一条 芬奇还没来得及高兴 地下室突然断电 芬奇只能大半夜穿上防护服爬上百米高的锋利发电塔 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很快修好电机 可接下来的荧幕却让芬奇再也笑不出来 那远处的巨大雷暴让他感到坠坠不安 芬奇迅速回到地下室 机器人通过数据分析出这次超级雷暴将在24小时之内到达 而时间却能持续长达最少40天 可他那仅剩的几个罐头却根本无法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芬奇没有犹豫 他直接开了一瓶黄桃罐头 然后插了一块放进嘴里 那冰镇的黄桃罐头让芬奇很快冷静下来 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离开这个生存了十几年的地下室去寻找新的家园 时间紧迫 还没等机器人接收完所有数据 芬奇就连忙帮他装上四只 现在只要教会他走路 他们就能立即出发 好在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快 但与此同时他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 从这一刻全家人都开始忙活起来 芬奇将剩下不多的食物全部打包 然后带上一大桶的饮用水 机器狗也很着急 只是没有眼睛的他只能到处乱撞 幸好芬奇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摄像头 这才重新为他配上一只眼睛 一切准备就绪后 芬奇带着一家老小踏上了北漂之旅 他们选了一辆看起来配置还不错的房车作为交通工具 随着汽车缓缓开出城市 那一望无际的漫天黄沙映入眼眠 此刻的芬奇非常清楚 这趟旅行绝不简单 因为他不仅要时刻注意那凶险的天气 还要躲避那些抢夺资源的流民 关键是他需要教会机器人如何带领狗狗在这末世生存 他们来到一个陌生城镇 芬奇决定先教机器人如何搜寻物资 他们将目标锁定了一家报废的电影院 在机器人的帮助下 芬奇很轻松就打开了紧锁的大门 而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他 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这是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真实的自己 为了能让机器人懂得现在的世界 和他大脑中的数据有所差别 芬奇捡起一旁的锅盖让机器人端好 然后将玉米倒在锅盖上面 那一颗颗的玉米瞬间变成了爆米花 这可把机器人给吓了一跳 芬奇用这种方式向他证明 目前的紫外线已经严重超标 现在的世界就像一个高温的大烤箱 而机器人健壮也非常兴奋 看到机器人天真的样子 芬奇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可很快他就发现了异常 警报突然响起 只见远处一团超级龙卷风 正在朝着他们快速袭来 芬奇立刻开车逃离此地 可就算他将油门猛踩到底 也远远不及风暴来袭的速度 无奈之下芬奇只能立马下车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长钉和脚盘 他用力把长钉砸入地面 然后将钢索牢牢地固定在上面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保持汽车留在地面 可敲着敲着年老多病的芬奇就没了力气 就在这时 机器人及时出手砸下长钉 他劝芬奇先行上车 而自己却独自留在外面继续加固钢索 眼看龙卷风即将逼近 芬奇连忙将哈皮关进狗屋 然后打开汽车防护罩 就算是芬奇极力催促 机器人也不为所动 他继续埋头骨盖 直到风暴来临的最后一刻 他才着急忙慌地冲了进去 芬奇让机器人抓紧扶手 他也赶紧系上安全带 风暴朝着房车正面袭来 很快第一个钢索戛然断裂 那剧烈的晃动让这一家人感到头晕目眩 紧接着是第二根 然后是第三根 上百吨的房车在这巨大风暴中显得是那么渺小 整辆车子都被吸向天空 稍有不剩几人就会命丧当场 幸运的是还有最后一根钢索死死地将房车抓在半空 好在飓风很快过去 房车也随之重重地砸向地面 芬奇打开面罩 连忙确认大家都安然无恙 他这才安心下车检查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原来是机器人砸下的那根长钉救了他们 真是忘了没想到 这个东听西凑出来的铁疙瘩 在关键时刻那是真心好使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芬奇就发现了这下可玩犊子了 原本破旧的轮胎被飓风这么一岛彻底报废 虽然带着备用轮胎 但出门紧急却忘记带上千斤顶 就在芬奇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机器人突然将他叫住 芬奇回头一看 他已经将百吨重的房车给轻松举起 这样芬奇就能轻松更换坏掉的轮胎 看来机器人不仅力大无穷 他还是个贴心的小奶奶 芬奇非常开心 他决定为机器人取个像样的名字 既然他有使不完的力气 那干脆就叫千斤顶吧 到了晚上 机器人还是喋喋不休的 想要芬奇为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而芬奇却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 有没有名字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机器人若有所思的看着窗外 他突然回头说道 从这天开始 聪明的杰夫有了自己的新名字 然而聪明对于刚刚出生的机器人来说 也未必是件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 芬奇就感到身体出现异常 时不时的咳出鲜血也表明了 他的身体马上将到达极限 他决定将车临时停放在快餐店门口休息一下 让杰夫独自一人留在车里看守物资 可万万没想到芬奇刚刚坐在餐厅 杰夫就按耐不住自己的小心思 在确认主人看不到自己后 他一屁股坐在了驾驶位 接着拿出一张劲爆的音乐舞曲 将他塞进音乐播放器 然后有模有样地学起主人开车 当芬奇发现了外面的动静却为时已晚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汽车撞了上去 看着自己亲手造的机器人学会撒谎 芬奇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房车距离较远 他只能暂时哄着杰夫先将自己的紫外线防护服给拿过来 芬奇原本想用鼓励式教育让杰夫学得更快一些 可后来才发现已经拥有自我意识的杰夫会有自己的想法 他非但没有帮芬奇拿来防护服 还自作主张地将车给倒了回来 尽管在芬奇的奋力呼喊下 他仍然撞在了餐厅的柱子上 这下芬奇真的生气了 他并不是心疼汽车 而是实在不知道杰夫能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成熟 为了能让杰夫知道生命是如何脆弱 他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将左手放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仅仅不到三秒的时间 手掌就被紫外线灼伤当场冒起白烟 芬奇想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让杰夫看清楚 这个世界对于探机生命已经不再友好 他创造杰夫的唯一目的 就是在死后能够代替自己好好照顾小狗哈皮 如此扎心的话让杰夫深刻地知道了芬奇的愤怒与无奈 这时的他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 就算是上了路的杰夫也一直躲在车厢里久久不肯出来 芬奇也意识到了他不应该和一个刚出生一天的孩子志气 他将房车停在路边 开始正式教杰夫学习科目三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刹车和油门分不清楚 甚至就连方向盘都控制不好 但聪明的杰夫很快就找到了开车的窍门 不仅可以稳稳地在马路上行走 他还发明了用脸按喇叭的奇怪技能 然而最令杰夫好奇的是 为什么芬奇不选择在没有太阳的晚上前行 而一定要在充满紫外线辐射的白天 芬奇告诉杰夫 因为白天的危险可以轻松应对 但夜晚的出行却有数不尽的未知风险 最关键就是要预防那些饥饿的流民 杰夫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造出自己的是人类 但主人却又不让自己信任人类 现在的他根本不理解主人的意思 但很快杰夫将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由于芬奇身体长时间遭受过多的紫外线辐射 他已经一天不如一天 每天吐血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杰夫想上前帮忙 芬奇却无奈地开着玩笑 虽然芬奇是在开玩笑 而杰夫却拿此话当了针 他会贴心地将水浸湿毛巾 将其盖在主人的头上帮他降温 为了能治好芬奇 杰夫擅自将房车开进城市 虽然他知道这里根本不会有什么神医 但医院一定能有治好主人的药 他学着芬奇的样子 带着机器狗进入一家医院搜寻医药物资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芬奇交给他的知识 幸运的是这里真的有很多药物 杰夫开心坏了 他认为这些药一定能将主人给治好 可此时的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已经踏入了别人提前设置好的圈套之中 机器狗在搜寻的过程中 突然发现角落里藏着一盒非常精致的饼干 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 他伸出机械手臂当即就要将饼干收入囊中 而下一名 机械狗被那藏在暗处的捕兽 夹给当场加成碎片 而这时听到动静的芬奇突然觉察到了异常 他赶紧穿上紫外线防护服 然后拖着病重的身体 朝着医院大楼快速找了过来 直到看见那地上被夹到细碎的机器狗 他这才发现晚来了一步 但现在没有时间犹豫 气氛的芬奇连忙顺着声音的方向 找到了正在搜寻物资的杰夫 只见他身穿外套手里 紧紧抱着一堆食物和药品 还没来得及解释 他们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诡异的声音 芬奇顿感大事不妙 他连忙带着杰夫顺着楼梯 朝着房车的方向快速跑去 慌乱之中罐头和药品洒落一笔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收拾 芬奇将汽车油门猛踩到底 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殊不知此时的他们早已被躲在暗处的 拾荒者给盯上 对于他们来说 车上的一人一狗也许就是好多天的口粮 芬奇让杰夫代替他来驾驶房车 而自己却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存放已久的保密武器 现在的他们必须保持200%的警惕 并且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 否则就有可能随时丧命在其他人之手 杰夫一直向前开车直到半夜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芬奇向后望去才发现那台该死的汽车 居然一直尾随到现在 为了能摆脱他们的跟踪 芬奇当即关掉车灯 在黑暗中猛然掉头朝着大桥下方的暗洞快速驶去 然而在进入桥洞的前一秒 杰夫却突然猛踩刹车 因为在他的精密计算下 改装后的房车根本无法安全通过这座桥洞 慌乱之下芬奇根本听不清楚杰夫的劝队 他用手使劲将油门按到最大 而下一秒汽车唯一的动力来源 太阳能电池板就这样被撞到粉碎 但尽管如此房车依旧暴露在桥洞之外 眼看拾荒者越来越近 在那关键时刻杰夫跳下车去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汽车强行推进黑暗的桥洞之中 幸运的是拾荒者并没有发现他们 虽然在杰夫的帮助下再次死里逃生 但当他下车后看到一地的太阳能充电板碎片 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I'm too old 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done Finch is gonna rain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Stop it, stop it Just accept it It's over No You can't give up I will not allow you to give up You will not allow it Well you don't get to decide Because you're just a machine A robot cannot harm a human And through an action Alo a human to come to harm Shut up 没有了太阳能板 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汽车动力来源 Finch将这一切的过错全都怪罪在杰夫身上 而杰夫只是想在Finch生病的时候能给予他最好的照顾 他们两个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末世来临那可怕的人心 这天夜晚 Finch给杰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当年灾难刚刚爆发的时候 对于人类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 但贪婪的人类为了抢夺剩余的物资开始自相残杀 善良的Finch在路过一家超市搜寻物品的时候 恰巧遇到了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女儿来寻找食物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对母女在自己面前惨遭杀害 唯一幸存的就是女孩背包里藏着的那条小狗 芬奇明明可以救下他们 但为了活下去 他成了那个躲在柜子后面的胆小鬼 这件经历也是他一辈子抹制不去的伤痛 极度自责的芬奇决定用自己的一生去保护这只活下来的小狗 第二天 他们朝着旧金山的方向继续驶去 虽然仅剩下700多公里的路程 但作为人类的芬奇 身体明显已经到达了极限 就在这时 玻璃窗上突然撞到一只蝴蝶 正当杰夫好奇这里为什么会有蝴蝶石 又一只蝴蝶从眼前漂泊 杰夫赶紧将房车停在路边 他慌忙地叫来芬奇上前查看 芬奇打开车门 试探性地将右手伸出门外 然后快速收回 他不敢相信的又再次试了一遍 芬奇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壮着胆子走下房车 这是十几年来 他第一次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感受到了日光的温暖 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当芬奇亲眼看到蝴蝶飞到手上的那一刻 使他激动地哭了起来 此刻的他犹如获得新生一般 芬奇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当年结婚时的新西装 然后拿出了这些天来一直舍不得吃的罐头 随后在路边惬意地晒起了日光雨 芬奇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能去一趟金门大桥 杰夫激动地站起身来想要立刻出发 但芬奇却讲出了一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虽然杰夫对于死亡并没有概念 但他知道那一定是个非常难过的事情 芬奇只希望自己临走之前杰夫能尽快和哈皮搞好关系 于是他给杰夫上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刻 那就是和哈皮开心地玩耍 只要把网球这样丢出去 哈皮就会非常开心地帮你捡回来 芬奇将网球交给杰夫让他试一下 但无论他怎么尝试 到头来哈皮都会将球还给芬奇 也许在哈皮心中 芬奇才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主人 而现在 这个陪了他一辈子的主人即将离他而去 芬奇再一次咳了起来 这次鲜红的血液直接染红了他洁白的西装 他知道自己大线将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芬奇紧紧握住了杰夫的手 他就像是个孩子一样依偎在芬奇的肩膀 虽然杰夫感受不到芬奇身上的温度 但他一直都将芬奇当作父亲一样看待 纵使有万般不舍 但他也无法改变现实 这次的杰夫并没有走进车子 而是用心地收起了他们的家当 他终于长大了 随着哈皮的一声惨叫 杰夫知道父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一起为这个男人举行了葬礼 明明感觉不到丝毫寒冷的杰夫 此时却戴上了帽子 他要代替芬奇将那个未完成的愿望实现 第二天一跑 杰夫独自承担了这个家庭的顶娘柱 他会像芬奇一样为汽车加油 然后像芬奇一样为心爱的哈皮开罐头 只是他笨拙的双手无论如何都无法将罐头打开 就当杰夫郁闷的同时 他的腰板却突然不受控制地直立起来 罐头随之被吸入胸口 原来这是芬奇的小心思 他专门为哈皮打造了一个专业的开罐装置 这样他就不会再为找不到开罐器而烦恼 夕阳下 他们决定将芬奇将没走完的路继续走完 二人将芬奇的骨灰埋葬在他心心念念的金门大桥旁边 因为这里有着到处都是地球恢复的绿色植被 这也是芬奇所希望看到的样子 看着大桥上那一张张的照片和留言纸条 或许很多人已经来到这里并且留下了信息 希望更多的亲人朋友能够找到他们 杰夫也把他的全家福给挂了上去 这也永远代表着他们幸福的一家 杰夫会像芬奇想象的那样 代替他和哈皮继续将没走完的路给走下去 你可以将他理解为生命的延续 也可以理解为精神的传承